請妳幫我這樣做 讓我們簡單來就是拯救一下 很簡單 就是用吃的 怎麼樣讓你的 就是下巴這個血液循環 會比較好一點 至少不會看起來就是鬆鬆垮垮 那應該是比較偏向假杏的 因為那個是太年輕嘛 對 這時候你可以吃一點 比如說 那不是那個麻辣火鍋 是像一般的那種蔥 薑 蒜 對 這個部分 那你一天大概就是 半碗左右的一個量 因為它其實辛香料 它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的一個部分 生吃 你可以生吃效果更好 但是應該吃太多 半碗的量那算不少而已 對 半碗 就洋蔥 生洋蔥大概半碗 然後或者是 這個容易一點 對 然後或者是剛剛提到的蔥 其實也可以把它當成菜來吃 而不是只有配料的部分 所以其實辛香料的 一個促進血液循環 跟抑制發炎反應 其實它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要讓血管 比較暢通 比較有彈性的話 因為這時候年紀 其實強調是要有彈性 那類黃瞳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做補充的 一般我們來講像柑橘類的 比如說像柳丁啊 或是檸檬啊 或是像葡萄藥 奇異果 這些其實都可以做一個補充 最重要的其實 剛剛林醫師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支撐 還是需要有一點點油脂 不能說完全沒有油 所以你應該是要吃好的油 那像我們在講 比如說你可以用一點橄欖油 或是苦茶油 甚至於像女生我會建議她 如果說真的太忙太累的話 沒有時間定時吃飯 那她可以帶一小包的那種堅果 大概是兩湯匙的一個量 帶在身上 中和的 那她可以補充好的油 至少不會讓你覺得 肚子餓或者是你的油脂脂肪 去那種好的脂肪流失掉